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说呢 我哈喽 今天真冷 干巴冷 我一深呼吸一下 我的鼻腔 鼻孔感觉被粘住了 为什么 冻住了 冻住了 今天干巴冷 我冻耳朵了 等一下孔波是哪个机位 哪位老师 好 姚碧会有吗 会有 活动 我又开始紧张了 你看看 看着这些大屏幕 哎呀我的天哪 就在这儿啊 这么隆栋呢 帅发了 我的眼睛就要纸 我的眼睛就是纸 嗨 爱你的心永不纸 也可以啊 这压得真很好 欧猛 欧猛好 欧猛 我第一次在这人看着你 我第一次在这人看着你 太帅了 可以吧 我妈特别喜欢你 哈哈哈哈 哎呀 评委在这儿呢 哎呀妈呀 评委在哪 评委在这儿呢 嗨 嗨 我一会换换身材的时候 我再说 我再说 说个孔 哈喽 你会说中文吗 说的好吗 会说 蒙姐以上一个定100个 哪个国家的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呀 对 加拿大好啊 加拿大是我的一个福地 嗯 你知道吧 尤其是温哥华 温哥华 我是蒙特利尔 蒙特利尔啊 蒙特利尔也是啊 蒙特利尔很冷啊 魁北克省 还可以 还可以 差不多 魁北克省吧 嗯 是不是啊 对 对我都去过 我去过那里 我的 Lucky City 嗯 文革网 文革网 对 文革网很好 怎么样 啊 好吧 就到这了 哈哈 我去 准备了 你是在拉票吗 在拉票呢 什么 您是在拉票吗 哎呀嘛 公平 不用了 跟着自己心走就行了 哈哈 五 四 三 二 一 蜜月 一 这里是运动者联盟 欢迎大家 第二站 我们来到了吉林北大湖滑雪度假区 哇 今天真的非常冷 室外的温度有零下二十多度 但是我们对滑雪对运动的热情依旧 好 那么经过了几天的准备和训练呢 今天我们终于迎来了滑雪表演大赛 那么今天呢 我们九支队伍将通过他们独特的 具有自己风格的表演 来获取我们评委老师的青睐 首先呢 让我们热烈欢迎我们今天的评审团 欢迎大家 那我们十位评委老师呢 分别来自不同的职业 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年纪 但是他们有一个同样的身份 就是我们的滑雪爱好者 我们的评委呢 会根据我们每一位选手的创意 技巧以及表现力来进行打分 每一个表演呢 每人都有十分的权利 每个表演的总分是一百分 那么最终呢 我们根据总分进行最终的排名 问一下我们的评委老师们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好 那我们也期待今天 我们的九支表演队伍 来发挥出他们最佳的成绩和状态 那么接下来呢 我正式宣布 运动者联盟滑雪表演大赛 正式开始 首先有请第一组表演队 他们呢是来自北大湖教练团的代表队 他们今天的表演叫做雪地骑士 请看大屏幕 雪地骑士 可以啊 这画面太行了 这没经过后期现场的直播的画面不错啊 好的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运动者联盟的比赛现场 我是今天的解说员蔡凯臣 我们还有解说呢 谁呀 那本次滑雪表演大赛呢 一共有九支参赛队伍 你还背稿呢 你是解说呀 没想到吧 条件稍微解漏了一些 我也可以解说呀 洪姐来 我的解说 那我太了解了 洪姐 哎呀 行你说吧 你说吧 今天我是参赛者 我好好说 好好说 给人整出压力了 完了 你这话说的 来点金句 行 不管每一个人 我的眼睛不是齿 王某的眼睛是齿 好好好 能行吗 可以 可以 你却想要得到一句肯定 给我们加分啊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支队伍呢 是已经准备就绪了 他们是来自北大湖教练团 而他们的表演节目呢 叫做雪地骑士 看下边比赛的那个感觉 有 有啊 可以啊 我们欣赏到了今天的雪道 今天的阳光雪道总常是接近1100米 其中包括雪地公园 以及有跳台的赛段 我们一会呢 也可以期待一下别的选手 运用不同的赛段 展现他们的风采 好的即将出发 远远的那一波鲜红呢 现在已经出发了 好的开始走刃啊 哇 这我有贵 他们的一大特色就是现在队形的切换 他们的一大特色就是现在队形的切换 我的妈呀 注意一下 哎呀 好可爱的 创一加一 嗯 刚才队形的尾巴那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 不过起事呢还算迅速 问题不大 他们继续暂时的队形变化 我一个帅气的uetting pose 那么这样的话 第一组表演雪地队灵 雪地骑士就到此结束了 再次把掌声献给他们 好的 现在我们第一组 雪地骑士的表演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欢迎我们的教练团 来到我的身边 欢迎大家 赛后采访 赛后采访 大家今天怎么样 满意自己今天的表现吗 我觉得98%差不多 我刚刚就放进去看见 你们看见他那个他在前面 是一个什么来由 那非常不错了 那我刚刚说到你们呢 这个表演的名字是叫雪地骑士 是一个什么来由 我觉得因为我们都是花艺指导员 然后这个名字的来由就是 骑士这个词会有保护的意思 所以说对于雪场的初学者 包括学员们 我们更多的是取到一种保护的作用 然后能够让大家积极地快乐地安全地滑雪 好吗 没有拉拉票 可以 你们拉个票吧 好不好 来 一二三 我真的爱滑雪 我在北大湖 好的 谢谢 谢谢 那我不知道你们刚刚的这段表演 我们的评审老师满不满意 他们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数呢 几分 第一组雪地骑士 请亮牌 这么严格吗 7.2 7.5 好 我们看到评委老师的分数 8.5 8.8 7.6 7.5 7.8 7.2 6.2 6.1 好 所以我们第一组的最终得分是72分 恭喜你们 谢谢 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棒的开场 稍作休息 在我们的观战区来休息一下好不好 看其他组你们对手 他们今天的表现 谢谢 确实第一个不好打 第一个不好打 对 他 我刚才打7.6 我觉得他创业上少了一点 另外他有失误 对 在创业的时候 其实这个是他的加分项 但是他把 离世又采用太多了 对 你卡住不用了吗 就那一下子我就老担心 结果就担心了 对 接下来呢 我们有请第二支参赛队伍 请看大屏幕 好可爱 他们是来自吉林省滑雪队 一群平均年龄只有十岁的小小运动员 那么这次呢 他们带着教练 要为我们乘上一道东北名菜 请欣赏鹅鹅鹅铁锅炖大鹅 这个好好拉票啊这个 对 这个好可爱 跟你那个外星人差不多 哈哈 好的 我们再次把视线呢 转移到出发点 除了滑雪之外 一定要尝尝地道的东北菜 而铁锅炖大鹅就是其中的代表菜之一了 虚然一下他们的表现 小朋友们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哎 他们做饭 哥呀 来份铁锅炖大鹅啊 好嘞 您的订单已接收 鲜肥的大鹅在前面扑腾的翅膀 后面紧跟着白菜 辣椒 豆浆 豆浆 跑在最前头那只鹅小妹 看上去体型匀秤 肉质紧实 目测得有酒精重吧 身后的土豆弟弟 向前争着要与团宠鹅小妹贴贴 他们一起散发着不同的香味 交融果子已经分不清哪是菜香 哪是肉香 连续的队形变换没有问题 队形交织之后啊 现在我们来看排成第一列的是大鹅 我相信此时此刻在冰天雪地当中 这些食材无比渴望一点点温暖 而不然臭一口热成成的大锅 正在等待着他们 啊还有锅啊 这是他们的创意吗 诶 他们快下锅了 看着火瓢越呼越烈 浓汤翻滚 食材跳跃 鹅肉飘香之际 正是饼子焦香之时 看来菜品已经准备好了 大锅是已经就备了 大厨是牢牢地握住自己的大铲子 哎呦 还有一个小彩蛋啊 这种大厨归来啊 铁锅炖大鹅 加了一勺这是百味之手咸盐 哎呦 这创意可以啊 这个真的很可爱啊 这各位小食材精彩的表演 再加上大厨的一勺咸盐 这一锅铁锅炖小鹅 我刚学一东北词啊 这个味儿是不是够嫩的 好 欢迎我们特别可爱的小宝贝们 欢迎 欢迎 来 这边来 来问一下我们的这个白鹅 你好 来跟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呗 我叫袁夕雅 今年十一岁 滑雪两个月了 才两个月啊 那你也太棒了吧 我听说你们里面有一个 叫美丽的小姑娘 不是这个吉林人 但是因为特别爱滑雪 然后就从家乡来到了这里进行训练 是谁啊 是你啊 美丽 你是哪里人 我是江苏的 南方小鹅 那有没有什么目标在滑雪上 长大成为一个国家队的运动员 好棒 可以啊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你看你这么的热爱 又这么的有勇气 又想 不久的将来 你一定是我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 在很多世界赛场上可以看到的 那个最可爱的大白鹅 谢谢 谢谢美丽 那现在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组 铁锅炖大鹅 我们的评委老师给出的最后得分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铁锅炖大鹅 我觉得挺有巧思的 我特别喜欢他们那个秀 铁锅炖大鹅又很可爱 创业也很好 铁锅炖大鹅 我觉得非常活力 他们穿得很创业 3 2 1 请亮牌 有打10分 然后有8分 9分 9.2分 9.6分 8.8分 8.5分 8.8分 后面第二位8.2分 还有最后一位是8.6分 分数都很高 而且我还有写太可爱了 比心比心 那最终呢 我们第二组的最终得分是88.7分 恭喜你们 开不开心 开不开心 开心 好 那么你们接下来就到我们的观战区来观战好不好 看看其他组的哥哥姐姐们他们的表现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们比赛继续 第三组的参赛队伍非常值得介绍 他们在滑雪圈中 一个是中流砥柱 我的梦想是站在北之洞会的出外台上 一个是冉冉欣欣欣 请欣赏张家豪 王凯伦带来的炫技表演《雪魂》 要请 来 来 这次来 你们看不着张家豪的了 张家豪想看一下 他就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雪魂 张家豪我看上去也太小了吧 张家豪啊 我哥 他已经参加大赛了 嗯 哦 来看到张家豪以及王凯文 今天的重磅第一波小高手要来了 一个是人人心心 一个是中流砥柱 两位都是全国冠军 直放啊 直放 主好的雪魂 属于他们的秀技表演开始 走 现场的分贝我觉得可能要波动起来了 而且今天张家豪和王凯文 他们将选择的是雪地公园赛道 也就是说有跳台 果然要去跳台 而今天张家豪是选择单板 而王凯文是选择的双板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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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厉害 首先跳过来 刺出一个漂亮的雪墙 哇 一大一脚穿过雪墙 破风撑浪而来 接着到下一个跳台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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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接管道的障碍带段 第一组 尚碍的环节 第一组 正上正下 骨盖非常不错 哇 人家铁管子蹦过去了 开始加动作啊 第二组是选择内转90胜 哇 哇 挺猛的 哇 第三组是正上外转一百八下 越来越难 慢慢地向终点划过来 衔接连续的几个平地花式 做一个平地的三百六按 今天呢 其实有障碍挑战动作 又有平地花式动作 是展现了这一组血魂 两位全国冠军的技术水平 期待一下他们最终的得分 欢迎 欢迎你们 这个速度真的太快了 刚刚我看你们真的滑得特别好看 但是我发现你们是这个一前一后滑的 小文呢一直都是跟着那个佳豪哥哥 对 为什么要一直跟着佳豪哥哥呢 因为他是我的偶像 然后我跟着他我就会感觉我自己充满的信心 我感觉你好开心啊 对 说佳豪哥哥是你的偶像 你觉得他的身上哪些品质是最吸引你的 我觉得他永不远迈 然后努力的人是值得我学习的 我真的是从你们这个脸上的笑容 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这个运动带给你们的快乐 好 刚刚的两组的一组是70多分80多分 有没有压力看到他们的分数 其实我来更多的是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动作展现给大家 让大家开开心心的 至于能不能赢就放到第二位了 这是无欲无求吗 好的好的 这一组的血魂到底这一组能得到多少分数呢 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 凯文豪就是他特别适合这种自由的东西 你自由地向往自由地去飞翔 当你在空中旋转起来的时候 接着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很稳的 所以他特别特别适合这样的运动 白板应该飞台子 就是你得跳跃 飞台子没法开高 那技术性太强了 对 小猴挺厉害的 然后做了很多技巧 对 但是他说大跳台是没清理 全是冰 所以他就没滑 3 2 1 请亮牌 好 那最终的血魂的得分是87.1分 恭喜 恭喜小猴们 大家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到观战区来修行一下看看其他队的表现 谢谢你们 凯文 凯文 7点5跟我走吧 是汪萌吗 我感觉这个好像是汪萌 好酷 你看人家服装 帅啊 同学的房间 全同学们 真有股冰刀那感觉 只走人不初选 只走人不初选 慢 等他们来 你能下不 萧萧 我扶你吧 走吧 可以吗 我怕我们俩一起摔了 没事 可是这个有点陡 你就锁住就行了 你别放纸板 来吧 咱还可以练习一下 别怕 摔不了 我肯定把你挡住 好的 对 你就这样正常的走 下来了 你看 下来了 可以 腰圈这个可以 你俩就这么滑 就得了 你好 小白人 我是小白人 小白人 你的屁股怎么开了个洞 太棒了 还能买着这个白色的 我买着已经很不错 我已经穿烂了两件了 真的 看这个地方件 所以你衣服后面的针是成烂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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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以为设计呢 你是导演吗 是的 辛苦了 来之前没想到会搞成小白人吧 我知道 我好像不在这 对 我好像是在这个蓝色这里 对 只要我一坐着 我就气就瘪了 我得冲个气去看 对 我跳起来了 哈哈哈 爱跳的 不会幸运 哈哈哈 好可爱呀 我问你 对 我说我这一顶 我看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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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 但是不担心 比起上一次 个人去带动团体 没有那么紧张 因为有团队 好了 加油 我是觉得我自己的心态很好 单身不行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有请第四支参赛队伍 他们今天的表演叫做 狼族与外星人皮片的事 有请我们的运动者联盟 来了 第四组 狼族与外星人皮片的事 即将开始 我 鹅狼族 明日大婚后 将掌控整个狼族 我 为了心爱之人 都准备好了 要 嫁吗 她逃婚了 清国清城的灵国公主 在与恶狼族联姻最后关头 她选择了逃婚 她不爱她 她正冒着生命危险 追随真爱而去 她追来了 不可一世的恶狼族世子 带着两大金刚护卫 发誓一定要抓回公主 你给我追 追她 她来了 正义狼族最年轻的统领 与公主青梅竹马的真爱之人 今天发誓 要抢回公主 走吧 走 走 走 老丈 没心 别怕 别怕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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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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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护一 护 护 快快快 跪下 跪下 撒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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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撒雪 撒雪 起来吧 没事 太远着呢 没事 慢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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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世子为自己的摔倒 懊悔不已 只能眼睁睁地看他们 逃得越来越远 终于狼王与公主 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狼世子无法面对这一切 流下的眼泪 她出现了 一个收集人类眼泪 可爱的外太夫使者 目睹了这一切 她安慰了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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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花 玫瑰花也送到了 有情人的手中 文字幕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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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勿者 李宗盛 这是雨昕 她是美心 先问一下萌姐 咱这个名是谁起的 这么长一串 这个我们先是想考验一下 那个主持人的功底 耳化音 对 我怕你不知道皮片 东北话 皮片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乱七八糟 对 其实我们这个整个故事 就是觉得它是一个乱七八糟的 但是我们既然在吉林的北大湖 我们就希望能跟这个当地的方言 有点关系 所以我们叫狼族与外星人皮片的事 就是乱七八糟的 皮片 皮片 不好觉 她脱了皮 她都不知道啥意思 萧萧就是我们的邻国公主 当她一出场那瞬间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一个绝世的美貌 我是第一侍卫 我还有令牌 我们在保护着的世子 虽然她可能是稍微菜了一点 但是我们也要跟随她 最后那个外星人的出现 只是让你感觉这个亮点出来了 外星人见证了地球上的人类 这一系列的复杂的眼泪和爱情的故事 最终还是圆满的 最重要的那个花是雨昕和周扬她们两个自己做的 就是刚刚最后的那只花花是吗 对 昨天不长这样 昨天是什么样的 昨天比这个更好看一点 那多多少少还是这个 说最后的结尾是收集到了爱和感动 那问一下我们现场的朋友们 有没有感受到爱和诚意 我给面子了 我想问一下编剧是谁 因为我刚听完整个故事 我觉得有深情 有爱情 有浪漫 但是呢 我觉得还是有点好笑和诡异 我 我就是客串了一下和那个秀导狼叔 让我们一起商讨了这个故事 然后让我们表演出来呢 尤其是我们滑雪的水平 其实也挺为难的 但是挺好看的 也让我们的云视团 对刚刚的这一段表演感觉怎么样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有请评选团321请举牌 其实挺坦克的 因为确实是也有失误 我们的分应该 应该能进去才3 我觉得这分数肯定往上打排好 这个也得看就是创意 他们玩的到底是什么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有请评选团321请举牌 9.1 9.3 8.9 9.1 9.5 8.3 9.2 加搞笑三个感叹号 8.1 8.3 8.5和外星人 这么高分 9.1 9.5 平均都是9点几分 那我们看一下他们的最终得分是 88.3分 可以 恭喜我们的运动者联盟 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 满意吗 这个分数 就是多少感觉好像是有一点 不 差点意思 没有 他们就是 在读懂了这个爱情故事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自己还会重新打个分 再这么琢磨琢磨 好好 谢谢 谢谢萌姐 也谢谢我们的运动者联盟 来我们的观众去休息一下 再想一想吧 再席子 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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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没带过 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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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没认出来谁是谁 我们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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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得好点的 是他 没有 就是扶你划的是姚山是吧 是他 小猴 你也没飞大波 他们说昨天修跳台 结果压车坏了 没修 全是兵 我这情况算了 我特意在那上站着看你飞 没有 刚才看你推他肥像就有恋了 是吗 真的 他真厉害 他就说 没事 那我推你 我说我朋友俩一起摔了 再讲 摔了 摔了赶紧跪尸地上撒雪 撒雪 我觉得我们的秀真的就是坎坷 那个艰难的 学宝 学宝 没事 他去的位置不对吧 没有 是谁 是谁 人在哪 人在哪呢 在哪 在哪 这是一个融入了现场即兴表演的一个秀 刚刚我们一起感受了一个创意满满 脑洞大开的爱情故事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比赛继续 第五组上场的选手 他是来自快递公司的一位快递小哥 他叫王磊 他叫王磊 他要拿这个大箱子走 搞个这么大的创意 这小哥我还有事找他呢 我要把雪板优家 你把我送一下 我也是找他 叫这些优雪板 他今天的表演叫做使命对答 邀请 叮咚 您有一份带去包裹 从长沙到吉林 好的 始命必达 来看看王磊 能够看到现在太阳是慢慢升起来了 而且BGM也想起来了 哦 它拿着快递下来的 对啊 先看欧蕾连续的画认 从这个视角我们可以看到 它穿的并不是非常的厚 一个标志的工作服务 好的 第二个坡道 它将穿越花雪公园 而花雪公园有非常多的阻碍 在等待着它 快递箱的尺寸很大 它对于重心的法工会更加的艰难 哦 刚才在坏任过程中险些摔倒 不过 它手上没有松下快递箱 这就是一名快递小哥的职责和担当 这是它连续通过的第四个坡道 它因为拿那个重心都不对了 它这个风阻太大了 快递箱非常巨大 它换任的时候重心不能特别的高 更多时候我们来看啊 它换任用膝盖或者用脚踝 进行这种最小幅度的动作 哦 谢谢 加油 加油 我没有新闻 没有人平安 要拼尽所有 换得普通的剧本 使命必达 继续奔向远方 而这就是每份快递 从即出道送到各位手中 真的可以说是劈进斩机 乘风扑浪 可能不过有很多人知道每一个快递小哥的名字 但是无名的英雄 四十四分 带到的快递小哥王磊 使命必达 当做到我 欢迎 欢迎王磊 您好 您的学班易宋达 请您欠收 好感动啊 平安老师刚刚可以看到我在途中摔了一跤 当然这个是刻意设计的 不是说那个异常情况 笑我们一跳 这个我想表达什么呢 就是我们整个快递行业 或者说各行各业 在做自己的工作的时候 会有一些异常的情况发生 一些异常的天气 或者一些预料之外的事情 但是就我们的本职岗位而言 发生这些异常 我们需要去想尽办法解决 完成我们的使命 所以这也是我今天的主题 使命必达 谢谢 好 那不知道刚刚的这一个 使命必达的表演 有没有打动我们的评委老师呢 3 2 1 请亮牌 8.9 9.2 辛苦了 6.6 6.8 8.6 6.6 6.8 6.3 8.6 6.5 6.2 举反了吧 是09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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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是99吧 王磊的最后特分是74.9 谢谢王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比赛继续 第六组上场的代表队呢 是来自吉林市滑雪协会的 一群非常可爱的小朋友 他们带来的表演是 《少年西游》 请看大屏幕 杠木鲁在河方回答你的僵尸 12岁的宗悟空 10岁的猪八戒 9岁的沙僧 以及7岁的唐僧 太可爱了 到哪儿办完之后 快点脱板 别坐下脱板 蹲下咔咔就脱了 听不清楚 听见了 这桌子人 每个人各有特色 像唐僧雷金豪 最早是玩单板的 从四岁开始划 而孙冬哲是本地人 吉林成春的 每年都会来划雪 风丝汗 学划雪两年时间 能够划单板 所有的雪道都能划 沙玉伯除了划雪之外 还掌握了街舞的技能 我认为 这个东北孩子 都应该会划雪 亲爱的小沙僧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 吉林市滑雪协会带来的 《少年西游》 师傅师傅 可然你在这儿干啥呢 师傅快救救我 带我路在何方啊 我们先看到的是 小唐僧和小孙悟空 老孙来 师傅最年轻的师傅四人即将上路 小九八十一难的雪地图版本 我觉得是你没有玩过的全新版本 从五指山到高楼中再到流沙河 先是唐僧和悟空非常帅气的出场 而且今天啊 咱们今天说过气温非常低 烈烈东风 把袈裟吹起来呢 倒也是有点帅气的 别有一万风 大字走了 八戒也出来了 我老猪还要回来呢 八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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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戒肚蹄都吹飞了 而一定要提提的呢 还有冯思汗啊 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的选手当中 竞争到猪八戒这个角色 和他标志性的这个招锋碗 不无关系 太可爱了 走了 多谢师傅 老猪八戒 家当流沙河之后呢 狮图四人是终于来了 当年啊 狮图四人合骑一匹白龙马 你现在这么算 算是一拼车 现在一人一块儿学完 这就是在雪地当中 每人一匹白龙马 这好可爱 好可爱啊 我就有种开喜游记的感觉 没有这样 八十一难啊 太明显了 八十一难啊 从字面意思 咱们就能发现这八十一难 还真的就是八十一难 绕桩 而且你看看他们这个滑行的次序啊 确实师傅在前 大师兄紧嘴洗口 一个都没乱 打他 大师老四一棒 这个分工算是还原的非常到备啊 打他 打他 恐龙 把难给打掉 我打师兄来斩腰出魔 这个恐龙躺在那儿真的是 是 九九八十一难 没难 难被打掉了 被他们 给这个八十一难架个鸡嘴吧 真的不太容易 好的 我们欢迎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 翻山越岭 来到我们身边的吉林市滑雪协会的小朋友们 欢迎大家 这反了 这个八戒 明显反了 我跟你说 他绝对是八戒 我们这个组合当中 谁是老大 我 好 非常的自觉 你是老大 你凭什么是老大咯 因为我滑的时间最长 然后在我们四人当中 年龄也最大 好的 为什么这么喜欢滑雪 因为我出生在东北 然后这里有最好的雪场 然后这么多奥运冠军 也是都出生在东北 都是奥运冠军的摇篮 然后我想我也不能输给他们 说得好 非常棒 刚刚我们这个非常可爱的少年西游的表演 有没有吸引到我们的评委老师呢 接下来呢 有请我们的评委老师 3 2 1 请亮台 分别是9.5 9.0 8.7 7.3 8.4 8.5 9.0 8.2 9.5 9.2 所以我们的少年西游的最后得分是 87.3分 恭喜 是多少 就记得 88 88.3 谢谢 快去我们的观战区休息一下 好不好 我们的观战区休息一下 我们的观战 其实我们的观战 刚才有观战的观战 不说是哪一个观战 这一棵战的观战 今次游的观战 然后我看这一棵战 就让在海上 还有观战的观战 如果不该是体战的观战 也不想像 об Good 可以摆得一棵战 要不要跟他说 一个几个箘战 我看这个战 临海雪园 邀请 杨志庆说 前面那个应该是 第一个 黑帽子那 对 小鼻头都动透 刘统长 好好搓搓 你一定要搓搓 跟手搓搓 搓搓 这才是做什么 这是我这个是什么的 你这是 我这也不错 好不好 全员年纪 过50家的大书天团 其中呢 包括最高年龄 60岁刘庆 还有57岁的潘寿 50岁的孟庆学 52岁的钟晋新 以及59岁的宋克尔 车陵海 朱学员 你们看 胡彪和他的战友们 已经来了 我 我的好兄弟胡彪 三爷 三后 哪里套 他们来了 咱们撤 水我来 走 先是座山雕 跟胡彪先行两位 后面的三元呢 是胡彪的战友 他们正在追捕 座山雕的过程当中 本场表演呢 是有一点点 竞速的异味 哇 这衣服飞起来好帅啊 全是回车 那从咱们这个角度来看 旁边真的 就是一片一片的血缘 好帅啊 真帅啊 好帅啊 同标坐山雕 以及追捕的三位战友 在越来越接近 快 他们追来了 快跑 还有一个拐弯的工作 胡彪和座山雕 是瞬间摆车过来 害得是咱们好兄弟呀 哈哈哈哈 三后 就牵不上 什么情况 就牵不上 就牵不上 压下去 结局呢 是胡彪和座 抓住了坐山雕 一个快乐 后一后 所以是已经压好了吗 戏演完了吗 演好了 演完了 我听说你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结尾 是不是 阿联能不能用东北的方言解释一下 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 结尾一个东北方言 谢谢 谢谢 满事了 满事 叔叔 我知道那个你们今天的表演是叫做林海雪原 是不是 对 我听说你们还会唱两句 我们事前被排这个节目我发挥吧 我发挥 相信一定能够完成重任 这件事关系的 举足重任 非常的干脆利索啊 就像你们的滑雪动作一样很漂亮很流畅 那不知道刚刚呢我们的林海雪原有没有走进评委老师的心呢 我们有请评选团 我们的 ol吧 等一下 因为可能在组织的 和陈海雪原 Gotila 特别人 就是了 其实 对 上OLL 一个的 辛苦了 庆佛 我给你拉拉手吧 要不你招呼一下 我说我给你拉拉手 送给你了 我代表金丽世华协会送给你了 好 那么接下来上场的是 我们今天的第八组参赛选手 他们带来的表演叫做花袄天团 邀请 好的 第八组花袄天团 已经就绪来自萨赛选店 他们还是一个比较中清代的组合 而且一定要注意他们身上的这件花束 他们自己介绍也说 有人喜欢二双玫瑰 他们身上这就是二双牡丹 在他们身上不管什么时候 永远是目光大盗 绝对能低时间 直接抓住各位的眼球 AKA学场目光收集者 最期待的一组 我是Sips黄老天团 准备就绪 他们开场是拧开了自己 事先准备好的这个烟雾轨迹 他们已经出发 哇 他们这什么呀 他们怎么有烟啊 这样他们的滑行呢 就是带着尾燕的 更加的辛苦 边滑 边摇滑手 整活这么早就开始了呀 他们用高科技 之前在后场的时候 他们和我聊了一小事说 他们准备了非常多的难度动作 这是大家期待一下 好帅啊 哇塞 好帅啊 徐文松 哎 算了 哎 有点聋 在烟雾伟继的这个加持之下 如果在平常的这个学场当中 真的所有人都得拿出手机拍他们 先是一个小回拳 好的 一个漂亮的血枪测出来 非常具有气势啊 他那种帅 进入雪地公园 选择正上 哎呀 哇 有一种 那种帅 就帅人 你 有点 有点 你 有点 你 一点 慢慢地滑到我们面前 他们跟我们说呢 不光有花袄 更重要的是有花活 欢迎我们的花袄天团 真的是有点花 我没想到这花袄 还能花出这么多花花来 来 我们来问一下 这个花袄的设计和滑雪服的设计和二为一 是怎么想出来的这个创意呢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一个 我们想做滑雪服的品牌 因为我们在东北 东北大花袄 我们从小都是被这个大花背给裹大的 所以说我们对这个服饰特别的 就有感情 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个木胎 好 这是非常的有意思 五花八门 五颜六色的彩花袄 那我们这么可爱的花袄天团 有没有赢得我们评论老师的青睐呢 我们接下来三二一 请亮牌 我觉得他们的分会很高 他们的分高 他们的分高 那花袄的文献挺深刻的 然后做了很多技巧 我觉得挺帅的 我所向往的一种滑雪的状态 花袄挺秀的 我认为最强的队伍 这个第一必须给他们 来 我们看一下最后的得分 9点0 9点2 9点7 9点8 10分 10分 9点9分 好 完了 萌生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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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袖 短裤是准备好了吗 如果我们进不了前三 我就穿着半截袖和短裤在雪地里狂奔 我想我们六个一起 我们现在第几 现在第2 现在第2 打完第3 我们的评论老师都很爱花袄 来 我们先问一下 第一排的戴蓝帽子的这个评论老师 为什么给到了10分 各位老师 大家好 就是从最开始到现在 所有的参赛选手里 他们的表现让我觉得非常用心 他们的着装服装非常统一 非常地好看 极具东北特色 所以我给这个团队打分 是我目前觉得最好的 当然我们运动者联盟也很好 但是在技巧上的分数 就相对这一组来说 会差很多 所以我 PQ 好 谢谢一个非常全面的认可 最终呢 我们花袄天团的得分是94.7分 恭喜 孟姐 有没有一丝丝后悔力 这冻成了高粮粉 那是什么的 人家很美心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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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组 第九组的表演了 他们呢是来自片庄俱乐部的滑雪爱好者们 他们今天带来的表演是冰舞雪诗 邀请 五十 他这样滑 这个有点太厉害了 这就是那个别的滑吗 对 这个好难滑 民间高手真是 但是这个要想配合起来其实挺难的 是啊 所以分不会低 今天来做大轴的呢 是刚才提到的冰舞雪诗儿带来表演的是MV俱乐部 之前知道狮王争霸有双师争绣球 今天呢绣球还赔球铜啊 三晚的小朋友将为两只熊石开朗 一红一黄 也不知道各位会pick哪只呢 打高点分 我觉得这个绝对能超过去他们 打高点分 萌姐 萌姐咱现在第三了已经 什么 咱现在已经第三了 你这个再打高点分就已经就准备 那等会把那个萌姐多换两套 把电视关了好不好 眼耳盗铃把电视关了 看不见 看不见 看不见就不跟我们没关系了 对 播出那天再说 刚才呢 上一组画画画天团是拿到了 唯一一组接近95分的高分啊 也就看冰骨雪狮 能不能够去博得各位评委的欢心 完成超越了 好 好的 战鼓雷起 小朋友率先出犯 带着旧球向远处滑销 而两只醒狮呢正在加速 而且我们说 一般啊是两块板 但是因为两个人合在熊狮的战袍之下 把这四块板叠在一块啊 这个时候啊 拿着绣球的小朋友 真的成了雪场当中的弄招儿 一片雪白当中的一片鲜红 非常的帅气 非常的夺目 石头转向 石头现在正在向绣球靠近 双石相争啊 这个时候熊狮不退坡了 连续的交叉滑行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啊 这个身后的两只醒狮是非常的难滑的 因为它们不仅要滑雪 而身后的人呢 甚至连看前面路径的可能性都没有 它们能做的 只是相信那个石头 哦呦 可以哦 碰意很好 反正就是把我们那个文化呀 很多东西在雪场都融入进去 中午 这就是少年系熊吃 冰雪 占熊姿啊 想想五龙五狮只有在原来的这个古代时期 然后到现在的时候呢 发现还能在雪场出现 也挺好的 欢迎 欢迎我们的大狮子和小狮子 来到我们的现场 真的是太可爱了 是南方的熊狮来到了北方的雪山 那今天的这个表演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想到说把我们这个南北融合 然后把这个变装的创意和滑雪的技巧融合的 因为滑雪 这个五十滑雪 在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我们这属于世界首创 然后结合着南方的文化和北方的雪 让全国人都爱上滑雪 是这样的 那对今天的表现满意吗 我觉得可以 九十分以上就可以了 九十分以上 口气不小啊 还有小狮子 你好 你好 你几岁了今年 六岁 六岁 那你滑雪滑了多久了 两年 两年啊 那个你喜欢滑雪吗 挺喜欢的 这小朋友真是露个脸啊 有什么目标没有啊 我长大要变成像王猛一样单板大魔王 好 可以哦 哎呦 好的 小狮子未来可期啊 那刚刚呢我们说 这一组的预期值是至少九十分 至少九十分 不知道我们评委老师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 三二一 请举牌 准备老师给出的分数 八点九 八点五 七点八 九点三 九点六 八点八 八点三 八点五 所以这一组的最后的分是 八十三点九分 恭喜 可以了 十三点九 对 可以了 可以了 不用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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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庆祝一下 我们第三名了 虽然好开心 拿了季军 好开心 分出来的时候 瞬间身体就暖和了 你三名 别庆祝一下 不冷了 别庆祝 哪个时间看住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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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吉林北大湖滑雪度假区 经过了一上午的激烈角逐 我们九支参赛队伍都完美了呈现了自己的参赛作品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颁奖环节 首先呢我们要颁出的是运动者联盟滑雪表演大赛的季军 他们就是运动者联盟 恭喜 我们有请运动者联盟上台领奖 运动者联盟 运动者联盟以88.3分的成绩 用作品狼族与外星人皮片的胜 获得了我们的滑雪表演大赛的季军 好我们有请方佩晨老师以及马克龙为我们的运动者联盟来进行颁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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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外星人的头位大了点 谢谢 谢谢 我的头位也大 很冷啊 很冷啊 舌头 天啊 舌头 他儿子 在这儿就舌头了 过程的关键是我们这个整个的故事线 故事是很好看的 在雪场当中 还是像表演 像演剧一样 去在雪场呈现出来的 我觉得他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创意 有点回想起以前当运动员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拉起手 然后一起鞠躬 跟大家喊我们的口号 就觉得一下子燃起来了 好的 谢谢方教授 也谢谢马克龙 谢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搬出的是 我们本次滑雪表演大赛的亚军 他们是鹅鹅鹅 铁锅盾大鹅 高兴我们的非常可爱的小朋友们 他们最终是以88.7分 获得了我们大赛的亚军 我们有请徐天佑教练和车敏 为我们的小朋友和教练们来颁奖 小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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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阿姨给你们打了吗 能打你 小窝 我就铁锅盾的 谢谢 谢谢 谢谢二位评审 获得了亚军开不开心 然后获奖感言分享一下 我感觉你是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 哈哈 来 我现在的心情就是特别开心 哎 然后呢就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冬季训练当中 获得这个奖牌 我太开心了 真的很开心吗 除了开心 全是开心 好可爱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搬出的就是我们本次花雪表演大赛的冠军 他们就是获得94.7分的花凹天团 恭喜 非常有特色非常有创意且技巧很足 热爱滑雪 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滑雪运动带给我们的快乐自由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王萌萌姐以及周扬 有请二位来我们的冠军进行颁奖 不是 谢谢 我们是带着季军的铜牌然后跟你们搬奖 我也带着奖牌来搬奖 对 谢谢 恭喜恭喜啊 怎么呢 恭喜恭喜啊千万别拿舌头铁啊 能粘上能粘上 谢谢张伦 恭喜恭喜 恭喜再次恭喜也谢谢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来 我们有请一位来做个这么主动 好 就是首先感谢就是大家就是这么冷的天 然后在这一直就是陪伴我们 然后我们其实就是比较自由的一个队伍 就像我们刚才滑 其实我们也没有说特意的 刻意的去怎么滑 但我们就是要自由的把它滑了就好了 对然后那个我们也有口号 我们一起喊一个吧 好 好吧 抱天团 好 谢谢 再次恭喜我们的花好天团 谢谢你们 真的是我们冰天雪莉莉 非常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其实呢 今天我们所有的参赛队伍 都是经过了自己非常精心的编排 和几天刻苦的训练 为我们带来了大家在冰上的表演 他们对滑雪运动的热爱 也让我们觉得深深的感动 那么今天的最后呢 其实我们的运动者联盟们 还为我们的小朋友们 准备了特殊的礼物 是不是萌姐 是 是 在这我们给小朋友们送过来好不好 我们联盟队的队员们 这是 我们准备了一些拼图 开发一下自己的大脑和智慧 真的特别可爱 每个图画都不一样 是我们这个意志类的拼图 谢谢萌姐 谢谢 来 美丽 谢谢 我可以要成宝吗 成宝是这个吗 谢谢 拿到这个拼图开心吗 开心 开心 那你觉得拿到这个拼图更开心呢 还是拿到这个奖牌更开心呢 那我选两个都行吗 好了 我知道了 小朋友的世界也不作选择 都要 说一点走心 感谢运动者联盟这个节目 感谢那个 正是感谢大家 所有人都很辛苦啊 然后还有我们的秀导 对于这个节目的整个编排 然后我觉得其实滑雪是一件非常 让人感受到大自然 然后非常热情的热血的一件事情 虽然是在冬天的冰天雪地里 但是滑下来的时候感觉还是很暖的 所以呢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喜欢运动 然后呢运动让大家都快乐 拿来一个 所以我们得 我们得来一个吧 好 记得我们口号 那里就我们 一……二……三 哪里就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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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就 我哪里就我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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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